台中大型兒童接種站開打首日 大批家長帶孩子來排隊 但非六都縣市卻傳出兒童疫苗 被砍單貨 暫時不給 那六都是人 其他都不是人嗎 四都不是在對疫苗不夠了 還不花下來 還要變換 變來變去 變色了 中部縣市苗栗本來會到貨 四千劑疫苗 開打前臨時縮減成一千五百劑 南投縣更慘 兒童疫苗已經沒有庫存 以為配發的三千劑即將到貨 想不到也被通知暫緩 雲林縣同樣抗疫說好的 五千六百劑BNT兒童疫苗 刪減三千三百劑 嘉義縣的六千一百劑 更是被中央無情通知不給了 大家都有小孩子 並不是說六都的小孩 會比較值錢 他們老是說要超前部署 可是部署的結果呢 疫苗分配的不夠 然後要打又打不到 我小學童還在遠距上課 根本沒辦法到校打疫苗 再加上非六都縣市疫苗量能被砍 家長帶孩子舟車勞頓 全都擠到台中去打 為了補足大型接種站的施打量 獻補三減被六都縣市疫苗 讓家長難以理解 痛批根本是次等公民 難道偏向孩子的命就不是命嗎 記者中部綜合報導 等等幫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就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跟病毒作用之後會再還原沖水 溫和不刺激也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母親節要到了 還想不到到底要買什麼的話 趕快到快點GO 記得輸入折扣代碼 CTI717幫你把好康帶回家